过年要回老家 自家宠物应该怎么安排 这个问题猫狗得分开来说 如果家里养的是狗 我的建议是三行一不要 先说一不要 就是不要托运 近两年因为宠物托运导致宠物死亡的视频 大家应该都刷到不少了吧 其实你能看到的只是九牛一毛 我从2021年曝光第一个宠物托运致死的事件之后 就陆续收到过上百条类似事件的私信 希望我能曝光 但迫于某些第三方压力 我没法去说 不过还是那句话 正规托运公司有 但你未必能遇到 所以不要拿自己家猫孩子的生命做赌注 那怎么带狗狗回老家呢 当然是自驾或者包车 这也是三行第一行 自驾大概是最方便 也最让自己放心的方式 因为狗狗始终待在自己身边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路途比较远 狗狗又不习惯坐车 那出发前需要给狗狗断水淡粮 到了服务区尽量带狗狗下来溜一回 但记住一定要牵绳 那如果路途太远或者自己没车怎么办 三行第二行 寄养 几乎80%以上的宠物店都会提供过年寄养服务 而且近些年很多宠物店都推出了新级宠物寄养 单狗单肩 24小时监控 还有几百平方草地可以尽情玩耍 说实话 要不是我家霹雳年纪大了 我还真想带霹雳去体验一下 当然过年寄养价格肯定会翻倍 平常50一天呢 过年可能就得100了 但只要能照顾好狗狗 涨价也能理解 还有为了保障狗狗的安全 寄养协议一定要签 那如果不想寄养又无法带狗狗回老家怎么办 三行第三行 上门喂养 这是近两三年一度火出圈的宠物服务 每天定时去你家给狗狗喂水喂粮 清理分便 还会带狗狗出去遛弯 可能大家会考虑到财务安全问题 但如果是我 我会从进门开始 全程录制视频直到结束 然后将视频发给狗主人 或者在狗主人同意的情况下 还可以直播上门喂养的全过程 别问我为什么会想这些 因为我也好想见这座上门喂养 挣不挣钱无所谓 主要是能撸到各种狗狗 如果家里养的是猫 像自驾带猫回家和寄养就不太建议了 首先突然的换环境 和周围多数很多其他人和动物 都极有可能让猫应激 其次带猫回家不光得带猫粮 还得装上猫砂盆 驮着猫砂太不方便了 过年总共放假7天 去掉来回路程顶多也就5天时间 理论上备好足够的猫粮和水 猫砂分制放好 让猫自己待在家里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很多人家里都有监控 可以随时随地观察猫咪的状态 我过年就准备只带PT一个 让张国伟自己在家 当然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上门喂养服务依旧是个好选择 他们不但可以提供喂水喂粮 清理猫砂 还可以陪猫玩耍 从而缓解猫咪独自在家的负面情绪 最后祝愿大家年前一切顺利 趁虎年还没结束 要不下期我们再聊聊东北金剑层 我是PT新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ace Bye